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正确的去处理一个信号 首先来复习一下进程对信号的处理 我们采用一个函数 SyncAction 它第一个参数是12不多的信号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结构体 那我列出了这个结构体 两个主要的成员变量 S1-Mask 信号频率字 第二个成员变量 S1-Handle了 信号处理程序 它指向了另外一个函数 至于其他的成员变量 虽然有的时候成员复杂的 它会用到 但是大家因为在学习进程的时候 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忘记的同学可以去查一查手册 或者翻一翻之前的笔记 接下来要介绍四个函数 是处理信号机的 第一个SyncAction 清空信号机 第二个SyncFillSync 将所有的信号加入信号机 第三个SyncAdSync 增加一个信号到信号机 第四个SyncDelaySync 三次为一个信号到信号机 那么以上的这些函数 都是在我们学习进程的时候 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多线程对信号的一个特殊处理 我们知道进程它可以频密信号的 单独的进程它频密信号 用SyncPerseMask 这个函数可以频密掉 不希望操作的一些信号 那么在多线程里面 这个函数已经失效了 我们采用P-SyncMask 这个函数去代替了我们以前的PoseMask 那么这个SyncMask这个函数呢 它和我们以前进程处理信号的这个函数呢 是一模一样的 整个每个函数 参数它的意义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个参数 如果是SyncBlock 那么就是像当前的信号 也满足贴加一个信号 那么要贴加这个信号 当然是由第二个参数来指定的 如果是Unblock 那就是删除了 把第二个参数指定的这个信号 从当前的信号研码都删除 第三个SyncMask 这个是替换 在多线程中呢 新线程它当前的信号研码 会继承创造它的 那个线程的信号研码 也就是说这个直线程呢 它的信号研码呢 会从它的副线程里面去继承下来 然后呢 你再进行一个操作 到底是要把你第二个参数这个信号 增加删除或者是替换 当然了 有些信号它是不能被填蔽的 你比如说这个 Kill谁信号 还有一个Stop信号 这两个信号呢 也是我最后的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手册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函数呢 它没有太多的介绍 从头文竟然还有列阶 需要哪个库 那么基本所有的介绍呢 都让你去看一个 SyncProceedMask 它们两个参数的意义 还有函数的形式呢 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名字画的 因为是和信号在不同的场合嘛 这个SyncProceedMask 使用在多现成的领域里边 成功当时返回0 失败了 自然会给你弄一个戳码 那么具体 再要去看它的话 你就需要慢一下 这个SyncProceedMask 当然这个函数 大家也应该去学过了 相信也很多人都记得 我也不再过多的说 在这个课计里面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的样子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个 例子去使用一下 这个信号处理 首先我们要使用这个SyncAnsure 去处理信号 然后呢再用这个SyncMask 去屏蔽一个信号 先看我们这个例子的大体框架吧 这里吧我有两个Handler 那就是也有两个线程 分别是两个线程的信号处理函数 然后这两个线程呢 都对信号做了一定的处理 第一个线程 设置完处理以后 又设置一个屏蔽码 那么第二个线程呢 它没有屏蔽 同样的设置完以后呢 都是睡眠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体流程是怎么走的 新 新线程是写创造出来 然后呢 走线程就消灭了一秒 接下来肯定就跑到了新线程程序 或者是一或者是二 都要去执行的 因为一秒的时间太长了嘛 那么线程一行都要执行 执行的时候 先处理了一个Sign Action函数 这样呢 绑定一个Handler 待会信号就可以被处理掉 然后设置完以后呢 新线程又睡眠了二秒 这个时候呢 程序又送了这个设计呢 它又回到了主线程 这个时候主线程发送了一个信号 因为新线程还没有完毕嘛 它在休眠了 所以呢 主线程发送的信号 新线程是能够收到的 好想完信号以后 接下来去等待新线程的 继续完毕 这个时候呢 就跳到了新线程 新线程去处理它的信号 那么就跳到了 这两个信号处理的子函数 Handler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框架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程序吧 我们来打开操作系统 写这个程序 给大家请名swabq.c 在这个程序里边呢 我首先将三个用到的函数的原型 给大家列入出来 省得大家去翻手册 简单的我们就照着这个图 来写这个程序 我首先来两个信号处理传书 SignHeader1 它的参数呢 是整形的 在这边我打印一句话就行了 signHead1 get single 然后就退出 来第二个Handler 我复制一下就行了 偷懒是程序的每个吗 每当有偷懒的时候我就偷了一个懒 把它改成2就行了 再也改成2 ok 再往下呢是两个新现成的处理函数 首先呢打印一句话提示一件 证明这个现成的存在过 能处在1 接下来就给它设置信号处理函数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我给这个结构体做一下处理 先把它清空一下 用memset 把它清成0就可以了 把它打小三首 接下来呢处理一下信号机 首先将single quit这个信号 加到这个信号研满中 single add set 因为待会呢我要发送的就是个退出信号 所以再把信号加入一下 设置好以后 设置好以后 接下来要设置一个handler single addc handle 线乘1给它对应handler1 最后呢给它注册一下 用这个single addc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解册你的信号 single quit 第二个呢是这个结构体 第三个参数我们用空需要重图 然后呢给它设置一个频率研满 p-swet single mask 同样也有三个参数 我们需要将当前的信号研满 加入一个set 所以呢需要single block 然后这个set呢是这个action里面的一个s 一个mask 第三个参数通常失控 最后我需要休眠两秒钟 这是第一个新线程 然后呢接下来要设置第二个新线程 我估设一下就行了 总共有13号码 把这里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都改成2 还有这个地方也要改成2 其他地方应该没有需要改的吧 再往后就是组阶层 当然我首先需要定义几个变料 有两个现场 需要两个现场的ID 然后再定义一个接收法会值得 接下来开始创造现场 用p-swet single block quit 第一个参数p-id 第二个参数 首先第三个 始动立场 第四个 参数 然后呢我需要做一下稍微的判断 如果创建失败了 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他不等于连续失败 打印一句提示一句就行了 quit quit 创造失败 当然要返回了 然后呢再创造第二个现场 同样我来复制一下 这应该是有六行吧 然后把这里改为p-id2 创造成功以后呢 我就要休眠一秒钟 让新现场有机会去配置他的信号处理函数 或者去屏蔽一个信号 当新现场直线完以后呢 又休眠两点 这时候又回到了主线层 所以主线层开始发出信号 同样呢我接手下发挥值 用p算的kill 发送的信号 第一个是id 相信曾经发送的信号 信号呢我用quit 退出函数 同样是要判断一下 如果发送失败了 我需要打印一句话 send the signal to swipe1 swipe1 file 紧接着给第二个切成发送信号 再乘二 失败了 需要打印一句提示 发送完以后 紧接着就调用p算转 去等待新现场运行 第一个材数是id 第二个材数是接送特出码的 我不接收 有空 这是写上二 OK最后返回 我们来大体观察一下这个程序 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走线层创造了两个新的线层 每次创造之后呢需要判断一下 然后休眠一秒 这时候到了新现场执行 新现场呢开始配置它自己的信号处理函数 然后加了一些信号研码 第一个呢我加一个信号研码处理一下 第二个呢我把这句话给屏蔽掉 不需要屏蔽信号 如果都屏蔽了就看不出效果了 所以第二个我就不需要屏蔽这个信号了 然后他们都休眠两秒 最后又回到了主线层 发送信号 然后主线层用照片函数 等待新现场运行结束 大体上看不出什么问题 我们来逼一下 它有没有错误 好的没有错误 我们来执行一下 side kill 有点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哪些出错 ok这个地方我少改了一下 所以偷懒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会出错 再来改一下 好我们来再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 先乘1接收到型号 再执行4 还是一样子的 ok我又将这个程序执行了一遍 最后这个结果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了 线层2接收到型号 我们来反过来看这个函数是怎么用的 我在线层2里边设置了一个函数 然后呢没有屏蔽它 但是在线层1里边我把它屏蔽了 那么最后执行的效果 我却出乎我的意料了 线层2最后执行 那么就说线层2接收到型号 如果线层1之后执行 它就说线层1接收到型号 这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看到线层1之后执行 它就说线层1接收到型号 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吧 对于sing action 这个函数来说 每个线层 它的信号处理函数 以最后一次调用sing action为主 也就是说 所有的线层 它对信号的处理 都是以最后一次调用sing action为主的 所以呢 如果线层2最后执行了 它调用的是handler2 如果线层1最后执行了 它调用的是handler1 那么就导致了我们出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呢 不管它们是哪个线执行的 最后只有一个 能接收到一个信号的处理 那么另一个呢 是收不到信号处理的 收不到信号处理的 就是第一个了 因为我设置一个频率研码 但是它的信号处理函数给变了 因为最后一次执行的 如果是线层2 那就掉下来看走了2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我故意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让大家引起注意啊 不要忘记了 我们对信号的处理 函数呢 以最后一次调用sing action为主 当然屏蔽呢 是各有各的屏蔽 这个是针对多线层来设计的 每个线层都可以设计 自己的对信号的 一种屏蔽方式 只有它的信号处理函数呢 是以最后一次调用为几九的 OK这点我就不再啰嗦了啊 最后呢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证明一下 sing kill和sing stop是无法被注射的 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样子来写 当然我这个写的有点多啊 大家可以写的更简单一些 然后我将用sing mask 将这个kill和stop平壁一下 看看到底能不能评测掉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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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